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子民的Markcraft地区世界 那么这两天 子民也是在努力的升级自己的神机 是吧 大家看 123900KS 那么我又去找了一些新的光影和模组 给大家演示更好的效果 首先先来看这个物理模组 海浪 这个没什么好多说的 我们来看这个日出还是很漂亮的 那么子民找到了一个日夜交替的时间变化的模组 这个模组就比较厉害了 大家都知道在MC当作 20个Tix是一秒钟 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改变这个时长 可以让太阳 包括月亮 它的速度变得更快 那我们就可以整体欣赏这样一个效果了 我们先来调一下指令 它推荐的话是2000 我们来设置一下 对就是设置这个日夜交替的长度 它当然能设置的也很多 白天的长度 还有是晚上的长度 我们可以来调 调完以后 我们先注意一下现在的太阳的位置 是吧 reload一下 就可以让它生效了 大家看 是不是有一种云觉波轨的感觉 这个太阳正在慢慢的升起来 但是比正常速度要快了不少 然后云的速度也提升了 那我们再调快一点 就是10秒钟 10秒钟白天 10秒钟晚上 那么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期待一下 大家看 现在这个速度就变得更快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的流逝 还有是天上的星星 甚至都拉出了这个星目 当然200的话太快了 这个速度太快了 不过它还可以调得更低 我们来看看 你看一秒钟的 一秒钟的就更神奇了 一秒钟白天 一秒钟黑夜是吧 那这个就变得太快了 但是感觉会有点晕 那么我觉得这个模组比较好 以前的话它只有forge版本 后来出了fabric模组 出了fabric了以后 就是可以跟上最新的版本 1.19了 你看像这样的话 还是比较悠闲的 这个是50秒的 50秒白天 50秒黑夜 那么有同学说 它会不会影响熔炉 熔炉里面烧东西的速度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换一下这个牛排 看一下 那么事实上证明 它这个并不会影响 烧东西的速度 我们可以在日夜交替 云雀波轨的这样一个时代 是吧 来充分的感受一下 冲浪的效果 OK 那么下面一个 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光影包 这个光影包 叫做resync voxel 目前是beta18的版本 那么这个光影包 好好在哪 我们切换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影子的部分 是不是很厉害 它可以把这个物体 包括是铁栅栏 还是用 就是铁栅栏里面的缝隙 都用光影照得非常的清楚 是吧 然后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灯拿在手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当动态光源开了以后 当我移动了以后 这个光影 它是实时的 然后呢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地上 当然这个影子 它都是可以照出来的 那这样的话 结合之前给大家说的 PBR的材质包 那么会做一些非常好玩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再放一个灯 甚至两种光效叠在一起 那如果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光影 这个铁栅栏 两边的影子都照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这样当然对于电脑的要求 也更高了 子民因此也是把自己的配置 升一下集 那么之前子民 其实也是一直在关注 这样的一个新的光影 只不过最近来说 这个光影 它会比较火 也是大家多了一种选择 可以让你的MC世界 变得更加真实 是吧 这样的话 你晚上对吧 走在这个洞穴里面 你拿着这种 发光的方块 移动光源 应该会非常有感觉 在洞窟里面 当然子民把这个 矿物的发光也打开了 它是 光影是跟着你的人的 移动而产生的 你看灯的话 这个影子 它就非常非常明显了 是吧 所谓立竿见影 就是这样一种效果 大家看 这就是立竿见影 然后这个有缝隙的 它也可以给它反映出来 是吧 如果说做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甚至可以 把这个皮影戏给做出来 我们还可以调高一些 调高一下它的质量 调成Fantasy 那么我们Fantasy 换一个角度 换到这里来看 这里的话 照出来会更加舒服了 然后我们看看 灵魂灯笼 再给大家布置一点蓝光 看一下蓝光的氛围 这个氛围确实很好 希望它可以 做得更好一些 看一下这影子 多布一点光 让这个洞穴里面 充满这样一种氛围 我觉得像这样的画面 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 MC的更极致的画面 对吧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后续电脑升级 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 MC的美妙的画面 包括是各种优秀的资源的推荐 那就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